環境設定的部分的話 當然坊間的書籍 其實它是可能要到很多網站去下載很多東西 然後再裝了一大堆東西才能work 那我是把這個流程簡化 因為我知道 雖然動作也不是算太麻煩 但是只要你有一個地方做錯 你這個環境就沒辦法run 那會很麻煩啊 所以我在想說乾脆我就先幫你們做 排除掉大部分的問題 然後把它打包成一個壓縮檔 那因為它是免安裝的 壓縮之後呢 就可以run了 只是說要做設定 那盡量已經讓這個環境 盡量簡化 讓你將來在使用Python的時候更簡便 已經慢慢接近VBA了 接近 但是說真的要能夠像VBA這麼方便 可能還是有一段距離 只是已經算是簡便了 那第一步就下載解壓縮 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我們要執行的那個編輯程式的話 它是放在特別主要 所以再來你就把它按右鍵解壓縮至此 記得不要解壓縮這個 這個的話呢 它會多一層 變成說它Python的384裡面 又多一個Python384 才是看到這些 如果你看到是Python384裡面又一個Python384 那就是表示你解壓縮動作做錯 那怎麼辦 你沒關係 你就是要把裡面那個剪下再放到外面 就是只要一層就好了 OK 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我們會需要一個寫程式的編輯器 那這個編輯器的話 目前看起來 這個編輯器 可以寫Python的編輯器至少十種以上 至少十種以上 那問題是每一個都是編輯器 編輯器像Word 或者Word配 什麼都可以寫一些文書處理 但是你總要找一個最簡便的吧 然後符合自己需要的 所以剛好呢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要spy的 的一個小編輯器 那我覺得它的好處是還蠻適合的 如果你是出入門 要學習Python的話 用這一個小編輯器也就足夠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要去考那個證照考試的話 它也剛好用spy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又有延伸性 然後呢 以後要拿來用也方便的話 那乾脆用這個環境算了 只是說要怎麼執行 第一個把它打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找到一個資料夾 叫Scripps 這個Scripps 這個資料夾打開來 然後往下拉到有一個執行的檔案 叫做Spider3.ese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你把它點兩下 執行起來 不過呢 你會發現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它會發生一個錯誤 那請各位看一下這個錯誤訊息 基本上主要那個錯誤訊息 它是說什麼 它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那個指定的系統檔案 C底下它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 它主要是因為我預設的路徑是D 可是呢 我們D底底下 可是我現在是把它解到C 那怎麼辦 改一下就好 如果要修改 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你要先 如果你要修改 先確定一下你電腦裡面有沒有安裝 一個小程式 你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的話呢 你先確定一下你會不會跳出一下EDI 什麼EDI的WITH 叫做NordPay++ 那這個NordPay++其實相當普遍 如果你要做一些程式的應用的話 應該都會裝這一套NordPay++的程式 那如果說你電腦裡面沒有NordPay++ 你就把它安裝起來就可以了 那怎麼裝 其實有相當一點 如果你沒有按右鍵沒看到的話 那你可能才需要執行 到瀏覽器裡面 直接在網址列上面打那個NordPay++ NordPay++ NordPay NordPay 然後++ Enter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連結就download 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就安裝就可以了 它最新的版本是3.93 有沒有 那你就點這個之後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download 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之後的話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就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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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那這一套程式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 基本上如果你要做那個程式開發 基本上都會用到這個小程式 因為它好處它兼容性還蠻大的 未來我們像要做那個網路爬蟲的時候 也會用到這個小程式 它好處就是free的 OK 那NordPay是機事本 ++意思說 它擴充了那個機事本 因為機事本太陽春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擴充那個機事本功能 如果你假如剛剛這個動作按右鍵 沒有看到那個edit with notepay的話 那你才需要按照 如果有的話你就不用裝了 OK 你就把它點擊它 按右鍵 也就是我要編輯它的路徑 那編輯路徑的話特別注意 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按右鍵之後的話 你們可能看到畫面比較小 這個畫面大概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它有一堆的亂碼 那你只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1請你先看一下減4 減4裡面自動換行有沒有打勾 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你就先把它打勾 減4有沒有自動換行打勾 第二件4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什麼 這是1喔 2的話呢 請你把右邊的 右邊的卷軸有沒有 直接拉到最下面 這個右邊的卷軸有沒有 往下拉 拉到底就對了 OK 兩件4 再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路徑了 OK 所以這個應該有看到 OK 有嗎 那再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 這個卷軸有沒有 拉到最底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 這一個 432的這個 這個行號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個路徑了 那這個路徑你們會發現 它的路徑 預設是D冒號 意思就是說 它預設的路徑是D跌 那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把D 改成C 然後存檔 就OK了 也就以後啦 如果甚至你是放在 E碟好了 或者是放在別的磁碟 或者別路徑 你就照這個地方改一下就好了 不過也不用太複雜了 反正 你就放D碟 那你懶人包就真的很懶 因為這邊也不用改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放C碟 才需要 OK 好 那就直接把這邊改成C D冒號斜線 改成C冒號斜線 然後再來的話 直接存檔 Safe OK 就 大功告成了 然後就把它關閉起來 OK 所以記得剛剛的動作 1 自動換行 可以動作的話 1 2 把這個捲軸 往下拉 3 把這個 本來是D 改成C就可以了 3個步驟 OK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完成之後 我們就把它關閉起來 那關閉之後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 再點一下那個Spider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它就不會跳錯誤了 但是你會發現它就跳這個 這Spider 4 那最新版本是4的版本 它會自動Update 那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這個Spider 它有一個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執行 在那個 效能比較差的電腦上面 會開比較久 OK 所以之前好像有同學 用的等級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它光開 開這個畫面 它就等很久 OK 那如果你那個畫面 假設開很久的話 那表示說 你可能要換電腦了吧 OK 理論上 我看現在的電腦應該也不至於會讓你等太久 反正開起來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基本上 就是 第一個 上方的 設定 其實基本上 我不知道你們開起來應該都是簡體中文版吧 OK 那當然 如果你假設要去改成英文版 改成其他版本的話 或者是說 第二個是說 那個預設的環境我已經改成白底了 那如果預設 假如說你用的是黑底的話 沒關係 你也可以改 改的方式很簡單 就直接在哪裡呢 在那個上方的工具列 裡面有一個叫 有一個板手的圖示 這個板手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讓你做設定的 偏好設定 那比如說你今天 語系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 從介面這邊切過來 這邊有一個就是 語言的部分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它沒有繁體中文 它目前 中文部分呢 只有簡體中文 當然如果你覺得簡體中文 看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改成其他你習慣的語言吧 如果你想要改英文版 這邊也可以 只是說 如果沒有必要 那你就乾脆 反正至少 就是 比較簡便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希望你的那個 什麼呢 你的底色好了 因為我現在把它改成白的 如果像有些同學 好像比較喜歡黑的 那你怎麼改 這邊可以改外觀 外觀裡面的話 你可以 看到這邊的話 有一個什麼 它應該是 主題啦 它的附型主題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Spider 這邊有個叫 Spider下面這邊有個叫 Dark 我記得好像這個Dark 就是黑的吧 有沒有 那馬上變成黑底 然後如果你按OK的話 它就變成黑底了 OK 你要不要重啟 要 那你打開之後的話 你的底呢 就變黑的了 不過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自己是喜歡用白底啦 但如果你假設有的習慣就是喜歡黑黑的 我不知道 有同學就說 老師我喜歡黑的啦 OK 你喜歡黑的 沒關係你就用黑的 沒關係就這個 沒有一定啦 OK 然後我說為什麼你喜歡黑的 因為 因為 根據那個 網路上的說法是黑底 對於眼睛保護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白底的話 它LED會 比較亮嘛 你看久了 對眼睛傷害比較大 這有一點 道理 但是我就不習慣 因為像 以下VBA裡面就是白底啦 那你突然給我一個黑底 我會覺得說 不知道 有的人就對那種 黑黑的環境 感覺就是莫名其妙的恐懼 看到黑的感覺就是 哎呦 那是黑黑 有個黑洞 你就 除非開燈吧 不然你會感覺進去 會有什麼東西跑出來之類的 OK 反正這個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你就自己去調整 好 這邊有個什麼 這個扳手 然後你就 設定一下 還是改回來 改的話就是不要Duck 就是Spider 預設就 白底 然後其他顏色 的字 它會自動幫你做 顏色的設定 好 一樣 它會要重啟 按Yes 它就重啟 大概就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我們已經把環境就ready了 那以後的話 如果你設定好之後 你就是直接下一次 上課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一樣到C疊底下 的那個什麼呢 Python384 然後Squip 找到這個Spider3 這個點兩下 那就可以開始寫成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那這個環境好處是也可以 隨時帶著走的 也就是你將來 你把這個資料夾複製到另外一台電腦 把它貼到它的C疊 對 一樣就可以把它打開 那個電腦 也就會有這個Python的環境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的 意思說 如果那一台電腦 它沒有 它不能安裝 像很多 有權限嘛 你不能安裝 那怎麼辦 這應該是 如果你可以複製貼到C疊底下 一樣可以去執行Python 相對的 比較可以避開那個 這個權限的問題 那有時候你要安裝一個軟體 你必須要先報備 先問你的主管 或者是這個資訊人員 或等等還是要上籤的 很多公司是 很多銀行是需要這樣 那沒關係 你就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先解決你要寫Python的這個問題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開始寫程式了 可是要怎麼寫程式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空白的地方 它就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讓你去寫程式的地方 在左邊 執行的話是在 右下角執行 那怎麼寫 但今天的話我們就寫一個 剛剛同學說要寫一個Hello World 其實也可以吧 你也可以寫一個Hello World 那只是要怎麼寫一個Hello World 第一步跟各位講 我們先開個新檔好了 開個新檔的話 那就是在左上角有個新建文件 按一下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會幫你先 產生一個未命名0.py 也就是說它的檔名 現在還沒存檔 所以目前的話 它就沒有幫你給一個正確的名稱 預設 那.py的話 就是python的模組的一個副檔名 那如果我要寫程式的話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把上面的這些註解刪掉 因為上面這些其實看起來還蠻礙眼的 delete掉 好 那我們可以先寫一個比較簡單的程式吧 比如說我今天我希望呢 比如說 產生一個變數叫A好了 A等於 比如說A等於3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把3這個數字放在A的變數裡面 也就是意思 意思就是我前面講的 它不需要做任何宣告 不然以前的話 你如果要A這個變數 你可能要先宣告它的形態 再把A放 現在不用 直接就是你把3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說 字如果太小的話怎麼辦 記得有個快速鍵 就是Ctrl鍵按住 再按一下加號 Ctrl加有沒有 你會發現 按一按字有變大的 如果縮小的話 Ctrl-減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這樣的話 你寫程式就 不會那麼的 因為字太小 而造成那個 寫程式的 這個 這個困擾 OK 然後再來 B好了 B等於5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的結果 運算之後 再丟給一個變數 也許叫ANS好了 ANS等於什麼 A加B好了 然後呢 Enter之後的話 再打一個print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 ANS的值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我就打一個print ANS 好 程式寫完了 OK 那如果我把它print出去之後的話 答案會是多少 那就吧 很簡單 好 其實我們只是練習 那我們先開個頭 應該沒有 不了解這個 這個應該是算 一些小學的問題 如果你將來要變動的話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加 改成減 改成成 改成除 有沒有 加減 呈 星號 甚至是除 OK 甚至還有多一個除除 好 有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多一個什麼 百分比 百分比的話呢 就是求余數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求余數的話 可以啦 我們用加的 好 那再來的話 我要如何把結果顯示 在我們的那個控制台 右下角的部分 特別注意 我們就執行什麼 直接在上方一個執行嘛 有沒有 一個 這個 這個執行的按鈕 那你如果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結果 會讓你顯示在哪裡 顯示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它會出現 出現八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run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答案會顯示在這裡 那一樣的問題 右下角的字如果太小的話 那請你怎麼樣 把它放大 Ctrl加 一樣可以把它放大 那你會發現 它run出來的話 就是這個八 那大概就第一步了 不過第二步的話 你想說老師 這個八輸出感覺看起來不太明顯 可不可以在前面加一些 那個什麼 一些敘述 比如說加總結果 冒號八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需要什麼 再加一些文字 在哪裡 在這個print的前面 有沒有 加總結果 然後串接的話用加號 串接後面的結果 OK 那就輸出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想先出體驗一下 因為如果這個OK的話 那後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可以越寫越複雜 慢慢了解 在這個python裡面 有哪一些你必須要知道的相關語法 然後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包含就是說先了解 基本的語法 再增加邏輯判斷 再增加回圈敘述 再來就檔案 資料庫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我們就可以把 所有程式寫在這裡 那寫完的話 它存檔其實就是點py 所以你將來存檔 你就可以把這個點py的程式 儲存起來 那將來如果你要run的話 就直接按上面的run就OK了 大概就這樣了 其實不複雜 這樣就足夠你大部分的工作需求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spider環境弄起來 第二個的話 打一個簡單的程式 後面的部分我們再來看